大家早安 今天选中现场我们首先带您来回顾一下昨天华为举行的发布会 亮点启发也被誉为是王者归来 其中黑科技很多哦 好 首先来看为什么是选在9月25号这一天来发布呢 其实它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 华为常务董事于晨东在昨天就直言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要感谢的是全国人民的支持 好 因为9月25号这一天就是副董作兼任财务长孟晚舟 他从加拿大释放回到中国大陆的两周年 特别选来这一天来发布也是有特别意义的 于晨东同时也在昨天表示 现在Mac60系列是受到消费者喜爱 正在加班加点生产当中 在昨天的华为发布会引发全球媒体瞩目 好 除了线上的直播人次冲上了9753万人次以外 还有140多家海内外的媒体共同关注 这细节的讨论更是屡屡冲上微博的热搜 好 但是发布会上头其实外界 非常好奇的就是先前推出的Mac60 Pro的一些细节 好比说它的晶片是在哪里生产 怎么生产呢 但是华为都没有特别的来说这些细节 当然很多网友就有点失望了 就说这是发布了个寂寞吗 好 但是昨天的黑科技还是亮点齐发 好 首先来看到的是华为新一代的机皇 在昨天也亮相的 这是由天王刘德华所代言的Mac6020 Mac60s它也是被称作是非凡大师 被定位成是旗舰机这样的规格 这价格是在万元人民币以上 大约是台币5万元到5万5千元不等 外形的设计是比较简约简单的 但是也是透露着低调奢华 同时它的最大卖点就是 它也是支援卫星通话 如果身处荒漠或者是遇险的话 都可以使用这一款手机来通讯 而同时间在昨天的发布会 天王刘德华他也有亲自显示 无论像华为这样的公司 还有我钦佩的这些非凡大师 我们都讲述同一个故事 不是天生非凡 而是敢于非凡 好 其实跟正一下这款手机是MAT60RS 华为就表示说 其实公司经历过了多年的尘浅 推出了极致美学 极致工艺 极致创新的极大成者 好 其实这个品牌已经全面获得了提升 当然这一回邀请刘德华来担任品牌大师 一样非常多的粉丝都是疯狂尖叫 好 另外来看到昨天的发布会上头 还有推出了除了手机之外的 新科技 好比就是这一款 说是可以跟特斯拉来比拼的 新型的电动车绿能智介S 在昨天也亮相了 另外还有耳机好使用的是 这一次话题一直不断的新闪技术 另外前立委郭正亮他就分析了 华为现在不只要做手机 还要让所有的环境对象连接起来 让所有的应用模型化 最后可以让所有的决策都可以计算 这样的东西他认为这才是最突出最可怕的 而这焦点好 现在也转向了新的电动车 能源车还有五线耳机 他同时也分析孟晚舟在这个发布会前夕 他就公开宣示华为要正式启动全面智慧化战略 提供世界第二个选择 好 郭正亮他认为这就是揭示了一个新的人工智能的开始 好 我们持续带你来看到的是 昨天发布的这一款无线耳机 这一回这个无线耳机还是凭借着华为独创的新闪技术 好 现在根据媒体的分析 华为的新闪技术是比传统蓝牙跟WiFi的技术拥有很多的优势 首先这个新闪传输是最高速率 这是蓝牙的10倍以上 也大大的提升资讯资料传输的速度跟准确度 也因此华为在发布会介绍耳机的时候就强调了他们的传输技术 可以让这个音质在传输的过程当中更加的完美 没有损害 好 同时间来看到除了美中之间在科技领域上的角力 现在在外交上头也是互相要来拼场 这是美国总统拜登在25号在白宫这边跟太平洋岛国的领袖来举行二次峰会 拜登说他要确保印太安全开放 今年会加派海巡的舰艇为太平洋岛国提供训练 同时也会将联合盟友把尖端的海域感知技术推进这个局 拜登他同时也要求国会要批准一比二两亿美元的援助 援助的是区域内的岛国应对气候变化还有自然灾害的威胁 好 其中的4000万美元将会用在发展基础建设 美国在25号也正式跟太平洋岛国包括了库克群岛还有纽埃来建交 美国要加大跟太平洋岛国的合作 当然就是想要在这个区域跟中国大陆来抗衡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全球现场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够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798有额外的侦扣 请你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